各位網友,這條片,我是由大陸買金的趨勢,以及將金銀的局勢講給大家聽, 以及戰後金的走勢,以及金為何值錢,哪裏生產,這些有趣的事情, 好了,最低25元起,我們有些台灣產品,是跟台灣農業部合作的,有山雞,山雞角雞湯,蔥小弟的手爪餅, 這個我很喜歡的,沒有刺的,挑了刺的膝目魚,一夜乾,那些米花產品,中國黃金部署, 這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我可以這樣說給大家聽,中國的黃金價錢和國外的黃金價錢出現極大的分別, 這個分別是足以可以要走私的,就是中國人買很多金,那些珠寶箱說虧本,為甚麼呢? 因為他一賣這些金出去,他就要買些金回來,如果買不及的時候,他就變成虧本了,他補金的時候,金價就貴了, 其實他應該心中有數,多久補到,有一個預算值, 但是就是超出預算,這個上海的金價,大家看到,其實這個2020年的時候, 還是300元左右,270元左右,現在去到500多元,這幾年金價上升了一倍, 大家看看,十大品牌金的金報價表, 一刻黃金,659元,金條649元,這個是,這個是,這個是, 這兩種金呢,是,成份有些不同的, 金條的成份是低一點的, 金條的成份是低一點的, 白金價錢,這個白,白金是比金更加罕有,但是他便宜一些, 用來做這個首席,這個就是, 600多元,600多元,大家看一下, 這個,周大福的金條走勢, 610元去到660元,這幾天忽然之間飆了上來, 那個,美金對金,是2177元, 2177元一兩,這個是計兩,這個就是, 目前中國黃金的日價,是, 比起街道的價錢,是多了107元人民幣一刻, 一個gram,日價19.4, 你在香港買的金,是便宜了兩成左右, 香港周大風,買入的金價, 530元港幣, 在中國,659元,這個就差了129元, 這個似乎不止20%, 為什麼有這個差價呢, 他由黃金開彩, 去到金礦處理了, 然後黃金野煉, 純到99.5, 995, 金條有些999, 泰國有些4條9, 變成金條, 倫敦, 價格交割的, 瑞士野煉, 然後回來的, 上海黃金交易所, 然後造成這些零售, 就是這樣, 這個是有個費用的, 但是不是, 很多金都是中國自己出產的, 其實沒什麼理由中國出產, 自己出產的金要貴, 在外國便宜一些, 2023年中國採購黃金數量大增30%, 你要解釋這個現象, 就是其實, 它是對於什麼時候的金會升呢, 它是沒有安全感, 它這樣拿著一些東西, 價值是穩陣一些的, 其中一個就是金, 就不會拿貨幣, 大陸投資的渠道也很少, 它不可以去拿這個股票, 現在樓又不要拿了, 於是就拿多一些金, 大家看一下, 買多多少金, 瑞士提煉完出去的, 提煉到這個純度, 那時候香港是世界三大金市之一, 瑞士, 英國和香港是世界四大金市, 還有紐約四大金市, 是有參與定價的, 香港黃金貿易場現在已經死了, 之後的turnover很小, 全中國一年, 多少黃金呢, 2013年, 1089噸, 增加了8.73, 黃金首飾, 用來打首飾的, 佔了706噸, 增加7.9幾, 這個增加了更多的, 15.9, 就是金條和金幣, 我們年輕的時候, 很喜歡買這個, 顧格林金幣, 就是南非的, Cookeren, 後來就沒有了, 因為種族歧視的關係被制裁, 沒有了顧格林金幣, 儲了顧格林金幣, 後來就買加拿大豐葉金幣, 現在沒有人買的, 大家看一下, 藍色這條就是買多少金, 中國買多少金, 儲了多少金, 紅色這條就是用了多少做首飾, 這些是用金幣, 這些方法傳了下來, 一直都有這個, 中國什麼人買金呢, 我們就說, 搶購黃金的, 多數是你估不到, 20歲到30歲的年輕人, 黃金市場的消費群眾, 25歲到35歲的消費者, 碰了四分三, 原來是年輕人, 你以為老人買金, 他不是, 年輕人買金, 我想這些年輕人, 他們儲到錢不能夠做其他事情, 於是金是入門低很多的, 他不敢買股票那一刻, 他就買金, 因為逐顆逐顆金豆去買, 不是很多錢的, 一會我告訴大家, 年輕人, 儲了金豆, 變成熱門話題, 買基金, 不如買金豆, 穩陣一些, 其實對社會, 對金融體系的不信任, 一個星期, 全一顆金豆, 一年就有52顆金豆, 我看有多少錢, 變成一個富婆, 金豆在哪裡買, 根據2023年, 珠寶首飾買金的人, 是年輕的, 18至34歲, 一二線城市的女性, 他們就有些收入, 又不生孩子, 不結婚, 這樣就買金, 年輕消費者, 增訊順猛, 因為他們相信金可以保值升值, 也可以大, 大家看看金豆是多少, 原來一顆金豆, 0.43cm到0.77cm, 一個gram, 好像一顆花生那麼大, 556元, 沒有什麼功費, 等於一顆金, 如果你買的一年, 就買52, 這個就是幾萬元, 一個星期一顆, 一顆就是幾百元, 他而且保值, 而且流通性強, 拿去賣就很容易, 洗了錢又好像沒有洗, 每個月賣幾顆金豆, 而且放進瓶裏, 儲滿了他, 就有成就感, 滿足購物肉, 又可以省錢, 有儀式感, 放進瓶裏, 這麼可愛, 為什麼不存在呢, 看見肥嘟嘟, 那些小金魚, 如果存起來, 做了一條手鏈, 帶在手上都很漂亮, 穿起它, 為心肝女買多幾顆金豆豆, 過上更好的生活, 為兒子儲了一些, 讓他做一些他喜歡的事, 爭取明年媽媽生日, 就儲了一個金鏈回來, 金額回來, 金種錢, 銀行都買, 我看見, 在商場那些人排隊去湧, 紙黃金就不好了, 你要信那間店才行, 如果那間店騙你, 他撿了一顆就走了, 金條, 你也要看看他是不是假的, 在大陸這些東西, 其實用試金石就試到, 其他黃金飾物, 有不少銀行賣得很厲害, 八成的消費者是用來戴的, 他又戴又保值, 七成保值, 37%的消費者, 用來結婚, 無論結婚也好, 平時戴得好, 他都覺得是保值的,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 Samuelson, 黃金升價三大原因, 因為你覺得有通脹, 錢不值錢, 美金是貨幣的一種, 通常以前我們說打仗, 金錢不會升, 但現在不會升滿, 人們去買比特幣, 其實金不是這麼容易帶, 中國央行不停賣金, 這個是去美元化的一部分, 因為如果中美一衝突, 那些美金, 美元債券就危險了, 俄羅斯就已經減少外匯儲備, 拿了很多金, 但結果他依然是有五千億美金的外匯儲備, 結果一打仗被人凍結了三千億, 中國的黃金, 繼續在這裏儲存量, 由6200多萬兩變成7000多萬兩, 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出奇地穩定的, 但是金的成份增加, 其實中國刻意教到外匯非常穩定, 全世界都沒有穩定, 他就用其他東西來教, 第一,他就用外債, 他不動這個, 如果要用錢就用外債, 用商業銀行的儲備, 結果增加了黃金儲備, 但是他就想學俄羅斯, 以避免衝突, 我們看一下金價, 我解釋一下金價給大家聽, 在一九七幾年之前的金價, under Britainwood agreement, 長期是32元美金, 對一盎司黃金, 那時候Bittenwood agreement, 美國就是終極貨幣儲存, 美金就對32元, 32元美金對一盎司黃金, 全世界的人就把金全部存在美國, 大家就拿美金, 那些中央銀行, 就可以在美國搬運金來對數, 後來那些人就發現, 美國越印越多銀子, 根本就不可能有金兌換, 第一個這樣做的就是戴高樂, 戴高樂就不停拿美國的金, 到了尼克遜就不認數, 那些金, 美元換不到黃金, 你以前中央銀行放給我的那些, 有special joint right還可以, 所以之前的金價都是平的, 去到這個金價升, 我小時候長期是200多元港幣, 一盎司黃金, 這個去到最高, 脫離了金本位制, 這個是去到兩伊戰爭的時候去到最高, 接下來你看到, 金價是幾十年沒有升, 金價是怎樣都不升, 結果是幾時升呢? 其實是這一段時間升, 為什麼升呢? 你只可以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這段時間貨幣供應很快, 尤其是後來就有QE, 好了,過了QE階段, 他又跌回, 到了中英貿易戰, 又再升過, 疫情又再升過, 徘徊在這裏, 我告訴大家, 金為什麼值錢呢? 其實自古以來, 那些人喜歡金是容易打造的東西, 因為它非常軟, 很低溫就會溶, 我們不懂得練其他東西的時候, 你已經用了金, 你在沙裡撿到金出來, 把它打起來就變成一塊首飾, 金是容易弄的, 金和銀都有這個特色, 他做首飾你就覺得漂亮, 金色,延展性又好, 所以我們覺得它是一種稀有金屬, 因為那時候我們提煉不到其他稀有金屬出來, 譬如白金那些, 要很高溫才能提煉到的, 所以在很長時期, 金就作為一種貨幣, 其實它很大的功能, 是有一種貨幣的傾向, 這個金本位, 其實1929年, 經濟大衰退那刻, 羅斯福暫時廢除了金本位, 用fiat money, 經濟一恢復, 它恢復金本位, 那時候人們覺得貨幣一定要值錢, 於是又再衰退,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沒辦法不放棄了, 回來又變成間接的金本位, Britainwood agreement, 去到1972年才完全廢除, 1972年開始黃金去貨幣化, 去貨幣化, 金純粹變成一個commodity, 所以它一直都升不到, 直至到, 我都說了, 你大量的寬鬆, 這個是, 因為你又減息, 有些東西就是寬鬆, 黃金作爲儲存, 作爲一種值錢的東西去儲存, 它是有它的缺點的, 就是什麽呢, 就是, 它是不是容易搬的, 你拿一百萬, 你今天也好, 你拿一百萬錢的黃金, 是十幾斤的, 你揹著袋子都穿的, 多的話, 黃金是拿不到的, 拿不到的, 第二, 所以你放在那裡, 黃金是沒有利息的, 如果它不能夠升值回利息, 你就輸了, 第三點, 你放在別人那裏有倉租的, 即是你買金, 我們在金銀交易所, 我很早有炒金, 炒金, 你就要付倉租的, 你賣了金, 你就要收倉租的, 其實是這樣, 我舉另一個例子, 世界上有兩種金屬, 是被人做貨幣, 一個就是金, 一個就是銀, 這個就是銀和金的比例, 歷史上, 就是三十兩銀, 一兩金, 上上下下, 可以二十幾, 可以四十幾, 1980年的時候, 兩伊戰爭, 銀是上到這裏, 140元, 然後就麻煩了, 銀跌下來只有五元, 你看金在這裏, 創了幾倍出來, 銀始終都上不回來, 現在還是二十幾元, 為什麽呢, 金和銀是做首飾的, 你將銀混入金, 就可以做了白的基金出來, 都是用來雙手飾的, 這個在1980年的時候, 1980年的時候, 1980年的時候, 趙日夫和我說, 銀和金有固定比例, 財政專家叫他買銀, 結果就輸死了, 買銀就輸死了, 因為銀是更早脫離了貨幣的, 中國是最後一個用銀本位的國家, 其實因為銀的價值是沒有那麼值錢, 英國以前是金銀雙本位的, 一磅是stirring, 就是一個銀磅就是21個輸領的, 但是他金銀兩位制, 就以金為主, 中國就一直走銀的, 因為中國太少金, 你明白嗎, 去到什麽時候, 中國廢除了銀呢, 是1920幾年的時候, 1930年左右, 1928年, 中國廢除了銀本位, 就是用外匯來做儲備, 是最後一個銀本位的國家, 所以銀作為貨幣, 在多數人的心目中, 已經是太遙遠了, 金我們印象中還是貨幣, 所以還有這個貨幣的影子, 所以金遇到美金大量印發, 貨幣大量印發, 其實人們還是傾向買金的, 我希望大家明白, 尤其是央行搶購黃金, 三、四季, 因為那些尤其是和美國敵對的, 怕他充公了他的資產, 中國賣得最多, 央行, 波蘭, 新加坡賣不少, 利比亞, 印度, 好了, 金在哪裏做的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1970年, 我們的印象中, 我們小時候, 南非,南非最多金, 蘇聯, 加拿大, 美國, 由1970年至2023年, 其實走勢是怎樣, 你猜不到的, 大家看著南非, 南非去了哪裏, 沒有了南非, 中國, 現在是產金產得最多, 第二就是澳洲, 第三就是俄羅斯, 第四就是美國, 第四就是加拿大, 第五美國, 那些其他的金, 南非的金已經完全枯竭了, 南非有一個洞, 是全世界最深的, 入地兩厘多的是掘金, 南非已經沒有了這些擴產, 這個是, 2023年, 中國現在是產金, 世界上第一大國, 所以中國的金貴的人是不合理的, 澳洲的金是可以輸出的, 但是很多都是拿去瑞士提煉的, 好, 這段講到這裏, 這個NMN, 很多人買的, 它是有NMN, 白麗露會, 白麗露唇, 以及PQQ, 如果你買了六盒, 一直保持有效, 六盒, 就會送雄心, 稅取液給你, 兩盒, 就是996元, 只要買到六盒, 或者就是松草大王, CS4, 60粒, 兩盒, 任你選, 每一盒都可以, 這個就買到六盒, 你就可以和朋友合份買, 或者靠敬爸爸媽媽, 買到六盒, 就送兩盒, 紅心, 大家吃一下這個紅心, 立即提神的, 非常有效的, 沒吃過就, 以及重草, 你買了六盒, 如果你買到九盒, 再買到三盒, 這個真是大出血, 送多一盒, NMN給你, 這一盒不用錢, 哇, 就是再折扣了三十幾個巴仙, 折扣了三十幾個巴仙, 買到六盒, 依然送這麼多東西, 然後你再買三盒, 送多一盒NMN給你, 有夠了, 好, 好, 來自我買就買了一盒, 好, 谢谢大家